2018年7月29日,中超第14轮近乎得比,北京国阿尔的阿尔克平上海鲜花。 比赛中,李韵秋对巴坎布有一次尺度很大的犯规,赛后引起不小的争议,当时第55分钟,巴坎布争抢中落倒在地,李韵秋对其手脚并用施加动作,结果两人各吃到了一张黄牌,巴坎布将缺席下一轮连赛,此前他已经连续九场中超进球,而国安下周将连战华夏幸福和山东鲁能。 赛后,国安官方怒斥李韵秋不应该被纵容,对此,山花班一表示,Shut up,闭嘴,足球比赛难道要有好到义气,喝下午茶,主力前锋停赛一轮,就非要拖别人下水。